大家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这里是澳洲Alex老师的频道,我是Alex 今天影片的主题是150年来最大改革,澳洲房市铁定变天 新州废除印花税最全面讲解,你赚了还是赔了 周二的突发新闻,新州的财长Dominic Teret宣布 2020年到2021年新州财政预算案 其中包括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提案,废除新州房产交易印花税 这个消息一出来,打乱了我原本的发片计划 说实话,在我所有做过的影片之中 这期影片的前期准备工作花的时间是最长的 足足花了两整天的时间 做了各种的调研和咨询,全都是为了确保我们的信息和分析的准确性 作为房产行业的从业者和多年的房产投资者 废除印花税的行为实在是太震撼了 很可能大家都要相应调整投资策略 本期影片你一定要看完 其中的信息可能是你花钱咨询专业人士也不一定能够得到的 看到就是赚到 2020年的新州预算案对新州郊区加大投资力度 政府投资,大型基建和未来发展是我们买投资房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 那么这些信息去哪里找呢? 我在这里再次强调一下 看二手信息必须有选择性 我平时关注很多的房产从业人士 还有各种各样的营销号和所谓的新闻平台 他们嚼过信息之后会留下对自己不利的信息 只偷给你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信息 比如媒体和新闻平台会挑选惊人的负面的信息发出来 吸引点击率 房产从业人士会挑出能够支持自己卖的房产的信息 然后把这个碎片信息拖给你 也就是说 如果你获得信息的渠道是媒体或者是地产从业人士 很可能你无法获得全面的信息 对地产市场会有一个狭隘的判断 我们话说回来 想要找政府投资大型基建未来发展的相关信息 大家需要直接去政府网站看 直接谷歌搜索The NSW Budget 第一个结果就是了 而且网站是有中文版的 我自己在做财政预算案分析的时候 最看重的是两个方面 一是政府交通投资 二是税改 我个人的经验是凡是政府开始升级公路 说明政府在最近五年之内要大力发展沿路的城区 我在新州预算案网站上简单看了一下 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趋势 跟大家分享一下 2020-2021整个新州的交通升级预算 有150亿澳币 其中有11亿花在两个机场附近的道路升级 就是现有的Kingsford Smith 和正在施工的Western Sydney Airport 14亿澳币花在West Connect 它是连通Paramatta到现有机场 载到Riverwood的高速公路和地下隧道 我们再看一下悉尼的无人驾驶铁路 号称整个澳洲最大的公共交通项目的悉尼Metro 它连通的是从西北到CBD 再到Paramatta或者是Blacktown 另外一条线是从Saint Mary's到未来的第二机场 Western Sydney Airport的空港城火车站 Airtropolis 然后就要说一下Southwest Real Link Extension这个项目了 它是一条从空港城连接到现有的火车站Leppington 另一个方向是向南经过Oran Park一路延伸到Noraland 我们可以看到悉尼交通升级很大一部分都花在了悉尼的西南新机场附近 那么悉尼的西南会不会是下一个房产投资的好去处呢 时间关系没法太细说 有兴趣的观众老爷们可以听一下我免费的70分钟澳洲房产投资直播客 先预热一下 报名链接在影片的描述栏 但是以上这些财政预算案对房产市场的影响 跟我下面要讲的税改比起来 基本可以忽略了 数字方面的东西听起来可能有一点枯燥 但是只要你能听完 我敢保证对你最近五年的房产投资策略都会有决定性的影响 那这税到底是怎么改的呢 这里我要说一下 取消印花税的计划现在还在咨询的阶段 如果在2021年3月份通过的话 会在2021年7月份开始执行 我在之前给会员的直播培训之中 就有预测过悉尼的印花税改革 减少印花税增加地税的可能性 看来我的预测跟政府这次的正式提案非常的相似 好了废话少说 我们直接上图 对新州政府提案的简单理解 就是新州取消印花税和地税 用新的税种房产税替代 买家可以选择一次性支付现有税务系统下的房产交易印花税 或者每年支付少量的房产税 注意这里的房产税 Property Tax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地税Lent Tax 这就好比你在澳洲买手机 你可以一次性买断或者是签合同 每个月支付比较少的钱 连续支付很长的时间 不同点是签手机少则一年多则两三年 签个房产就是永远 长期来看签个房产花费会多很多 我估计人们以后聊天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对话 大哥我最近买了个房 是吗老弟买的还是签的 可能大家关心的一点是Lent Tax怎么办 买家可以选择现有的印花税加地税Lent Tax的支付模式 或者每年支付新税收系统下的房产税Property Tax 同时支付地税和房产税的情况是不会存在的 大方向看完了我们看一下细节 首先是房产税的支付方式 房产税会采用定额税加上土地价值比例税的方式征收 定额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就好比你交水费 有一部分是自来水服务的连接固定月费 你也可以叫它月租费 然后每月再按照使用多少水另外交钱 然后是买家的选择权 买家在购买的时候可以选择支付房产税 或者是印花税加地税的现有模式 一旦选择支付房产税之后的所有买家都必须继续支付 如果第一个买家支付印花税加地税的模式 第二个买家还是有选择权的 所以逐渐所有的房产都会转成房产税的模式 如果买家想要短时间之内卖掉搬家 比如5年之内 他们可能会选择房产税 如果打算一直住下去 可能选择印花税加地税的模式 这一点我们稍后会有详细的分析 新州政府在官方文件中也说明了 估计是20年之后还会有一半的房产保持在印花税加地税的模式 不买卖房产税收就没有变化 如果你现在持有的房产已经支付过印花税了 政府是不会征收房产税的 但是在下一次交易的时候 买家有权利选择房产税模式 或者是印花税加地税的模式 投资房的征税比例会高一些 自住房和投资房的房产税征收比例是不一样的 投资房比较高 这张表格里面可以看到 如果是自住房的话 每年要交500澳币加地价的0.3% 投资房交1500澳币加地价的1% 如果是地税Land Tax的话是有一个起征点的 但是房产税是没有起征点的 所有地价都参与计算 地税的基本原则是自住房不交 只计算投资房的土地价值总额 但是房产税对自住房也同样征收 我觉得很有趣就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和对比 看看投资房持有年限和选择哪种税收方式的关系 我这里面举了几个例子 大家关键看的是最左边和最右边的数列 影片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详细说明 有需要的观众老爷们 请您订阅留言点赞转发 然后点击影片描述栏的相关连接 我们会把具体的分析和讲解发给您 从我粗略的分析结果上来说 如果你持有一套公寓投资房不超过14年的话 选择房产税比较划算 如果一套新的土地别墅项目三年之内卖掉 选择房产税更省钱 以下各种情况类推 从我们传统的澳洲房产投资理念上讲 要尽早买入然后持有越久越好 但是在新的税法框架下面 要多做一层考虑和计算 当然不确定因素还有很多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单就新的税法上来看 别墅类投资房比较适合选择印花税加地税的模式 而公寓类投资房比较适合选择房产税模式 然后就是对租客的保护 租金不能在租客不同意的情况下增加 个人感觉这条跟没说一样 因为如果房东想要加租的话 房客不同意 房东只需要等待租约到期不再需约就好了 再找下一个愿意支付更高租金的租客 所以这条真正实行起来会非常的困难 但在我看官方文件看到一半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冲突 这里说的是官方认为由于新税法的介入 房东税收交的少了自然租金也会减少 和我们刚才看到的官方预计租金增加正好相反了 我的理解是增加租金或者减少租金的驱动力之一 是房东选择的税收方式 如果选择房产税的模式 因为现金流的压力问题 租金可能会被迫上升 如果是现有的印花税加地税的模式 租金可能是不变也可能下降一些 这次税改最大的赢家可以说是首次置业者了 现有的系统下 首次置业者有印花税减免 税改过后 包括首次置业者在内的所有人都可以选择支付印花税还是地税 再加上政府额外给的25000澳币一次性的现金补贴 首次置业者可是要乐死了 这个补贴的实现很可能是三年 那么我们可以认为税改后的三年内 对于首次置业者来说都是买房的好时机 这部分地产市场无疑会更加的繁荣 看过以上的税改解析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房产投资者所面临的问题 免除印花税之后房产价格会下降吗 简单来说是不会的 买家有更多的钱可以负担更贵的房产 免除印花税也一定会大幅度提高房产的交易量 那么卖家或者开发商一定会提价的 这里面的提价先锋当属悉尼著名的公寓开发商 Meryton 他们的价格策略是只要市场买的人多起来 我马上提价 我经历过最夸张的一次是一周提了三次价格 话说回来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已经观察到维州的首次置业的低价房产 因为免印花税额度的提升 而房价提升的趋势 在新周今年8月份的趋势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政府的免印花税政策会使房价提升 房产市场交易量上升 更多的人买房中介赚的更多 短期来看是没有输家的 但是长期来讲还是买家输了 因为累计支付的有形无形成本长期来看要高不少 只是人们现在开心把债务拖到以后支付而已 所以这又涉及到了我们影片前面提到的购买策略的问题 到底是选择支付现有的印花税还是要选择支付房产税 各位买家要谨慎选择 房产持有成本的上升和投资理念的调整 对房产投资者来说 原本的投资理念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了 房产税对持有别墅投资房的现金流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但是好在买家在购买房产的时候可以选择支付印花税还是支付房产税 我个人认为投资别墅的话不如一次性把印花税全都交掉 这样在长期来看更省钱 并且在卖房的时候更容易吸引买家 因为他们可以再次选择交印花税还是交房产税 如果你的房产已经选择交了房产税 那么下家就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继续交房产税 所以下家是长期自住的人的可能性会非常的高 这样你就把市场上相当大的一部分投资买家剔除在外了 自然提高卖家会有点难度 对投资公寓来讲影响倒不是很大 因为房产税是按照土地价值比例交付的 公寓的土地价值一般都在10万澳币以下 对长期持有的现金流影响不是很大 相对于一次性交付印花税来说 我个人更倾向于选择交付房产税 所以综合来看 这次印花税的改革 对投资公寓房和别墅同时有阻力和动力 但是好在两种情况都有各自应对的方法 本来想要最近购买房产的人 想等到政策出台后再购买 当然这一点是政府不想看到的 那么相应的措施就是Retrospective Opt-in 回溯选择权 说人话就是在新的房产税没有实施之前 购买并且支付印花税的买家 可以在实施之后选择支付房产税 并且政府退还印花税 当然这个回溯截止的时间点政府还没有说明 首次之夜买家可能就会想了 我现在买房有印花税减免 即使新的税法上限也退不回来吧 因为我根本就没交过 还不如等新政策出台了 既能不交印花税 又能拿25000的现金补贴 这确实是这次财长提案的一个漏洞 因为我翻遍了官方的文件 也没有看到对应的措施 财长税改的出发点是刺激房产交易量 正式政策出台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漏洞一定会补上的 补漏洞的结果一定是首次之夜者 算来算去都是现在买比较好 我的另外一个观察是 今年年底要取消的25000澳币新建房补贴 也是首次之夜者购买新房的一大推动力 这次税改会大大增加人口的流动性 新税法出台之后 买房卖房换房的表面成本就会下降了 人们搬家的欲望会大幅度提升 澳洲本地人的下向运动会加速 再加上中澳关系和澳洲持续分国到明年下半年 中国人扎堆的城区在未来几年 会有房价上升的压力了 其他州会跟进吗 如果新州的新税法出台 能够刺激房产市场 并且按照预计逐渐偿还政府的债务 个人认为其他州一定会跟进的 到时候整个澳洲的房产中介行业又会大爆发了 中介赚的是交易的钱 有交易就有钱赚 我预计在未来几年 中介行业会非常的吃香 因为房产交易量会大幅度上升 各位观众老爷 如果希望考取新州和维州的房产中介牌照 可以看一下影片的描述栏 课程都是我亲自开发和讲授的 谢谢各位支持 在澳洲Alex老师这个频道 我会分享关于澳洲房产 澳洲理财和澳洲生活的各种干货 每周更新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欢迎您订阅留言点赞转发 记得打开小铃铛选择全部 在影片发布的第一时间观看 好澳洲Alex老师 我们下期影片不见不散了